主料,鸡爪400克,脏露400毫升,补量,料90毫升,冷开水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鸡爪减去止尖,洗净,准备脏露,鸡爪一切二,在锅中放入鸡爪和适量的水,大火烧开,倒入料酒,焖煮15分钟至熟,捞出,然后,用冷开水冲凉后,倒入脏露,盖上盖,放冰箱淹制一小时, 即可开吃,烹饭技巧,鸡爪一切二,目的更入味,腌制后放冰箱后,下腌制更爽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